7月20日,第九届工行杯中企协篮球赛决赛 在新加坡篮球协会体育馆拉开帷幕 本届赛事由中资企协会主办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承办 新加坡篮球协会协办 聚集了来自金融、建筑、运输、能源 等多重要领域的20支强劲球队 来自中心两国的300多名球员 参加了本届赛事 经过12天共计36场比赛的激烈争夺 最终使馆工行联队与中国电信紧急决赛 决赛一开始 两队便展现出了势均力敌的态势 比分交替领先 凭借稳定的手感与内线优势 使馆工行联队稍战上风 首节比赛以17比14领先中国电信 第二节比赛 放开手脚的双方打起了对攻 但中国电信比适量机 被使馆工行联队抓住机会将普通拉开 以38比24大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 第三节比赛风云突变 中国电信利用全场紧逼战术 屡屡造成使馆工行联队失误 打出一波11比0的小高潮 将比分扩进到只差3分 好在使馆工行联队及时调整战术稳定局势 以44比37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了第四节 最后一节使馆工行联队稳扎稳打 将比分再次拉开到10分以上 而中国电信则发起了最后的反复 并在比赛结束前最后一分钟 将比分再次扩进到只差3分 比赛的最高潮发生在全场结束前11秒 中国电信绝平3分不中 使馆工行联队后场发球 29号Jason在接球之后 利用灵活的运球技术造成中国电信 反规战术失误 比赛也因此彻底失去了悬念 最终使馆工行联队59比56获得比赛胜利 第七次未免该想赛时的冠军 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到也是很胶着的 今年能获得冠军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吧 第一我觉得是我们观众的支持 我们的观众明显比电信观众多 还有一个就是运气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很勇于拼搏 很团结的一个团队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获胜不可缺少的一些因素 最后十几秒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心梗了 但是我们只能说运气在我们这边吧 中资联赛已经是第九届了 我们每一次办都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沟通的认识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们生活 包括工作让大家团聚在一起 给大家一个交流的这个和互相认识的一个平台 真的是非常好 今年感觉从整体20支球队 所有的水平都比往年都提高很多 所以比赛非常激烈 然后也很精彩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感激这样有这样一个赛事 然后在新加坡这个圈子 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育活动的一个机会 然后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能帮助我们 就是适当的去释放 然后并且团队团结我们整个团队 然后我觉得对我们的劳逸结合非常有帮助了 因为共航是一个传统的强队 我们也连续三届在决赛碰到他们 然后我们在决赛的经验还是稍微欠缺一些 可能像拔球啊各方面把握度还差一些 然后明年我们再来吧 赛后使馆攻航连队的主教练周磊也接受了新加坡的采访 对球员表现做出了肯定 也对明年攻航杯中期期篮球赛做出了展望 今天比赛我们每一个球员都很拼 而且每一个人都达到自己的优点上了 这一点很好 而且我们在逆风的时候 我们能顶住 这个是我们在比赛之前一直做的最多准备的东西 我们看我们今天球场的状态 我们把我们准备的和我们自己真正要做的东西全部都做出来了 可以预料到我们的对手会一年比一年强的 我们攻航已经连续主办了很多届了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对手一年比一年强 明年会提前准备 会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我们的对手 球员奉献了精彩比赛 场下的观众也被赛场上的热情所感染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两个队伍都发挥得非常出色 我们非常满意我们的成绩 我们最主要是友谊第一 然后1CTG精神第二 今天的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 实在是太激了 不比NBA总决赛差 我们的心脏一直跟着比赛的进程崩崩地跳 攻航在九年的比赛里七夺冠 我们非常高兴 那我们应该说什么 使馆攻航 真好 我们继续加油 明年争取未免 好吗 好